新加坡演4月27日讯 作为全球推广战略的一部分 卢州老教旗下品牌国教1573 推出了让世界品味中国全球之旅活动 首站新加坡研讨会 今日在新加坡 利斯卡尔顿每年酒店举行 与会嘉宾就后疫情时代中国企业出海的新机遇 和包容与创新文化的世界表达 进行了深入探讨 卢州老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峰先生 就新加坡演记者提问 做出了以下回答 丁总您好 新加坡演记者 想请问您在后疫情时代 中国企业出海有哪些机遇与挑战 行中合作中 从卢州老教所处的行业 有没有观察到一些明显的发展趋势 可以跟我们分享 是这样的 我们认为 新的后疫情时代以后 特别是全球经济体系 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包括欧洲 包括美国 包括亚洲都有非常大的变化 尤其是最近 我们中国的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变成了东盟 而新加坡处于东盟非常重要的位置 它不仅仅是全球的一个金融中心 同时的话 其实它在东南亚地区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我们最近的经济数据来看 东亚和南亚 还有包括西亚的发展 速度是非常快的 在这一波的话 特别经济变化的同时 我们认为 可能新加坡的话 作为你附近这一代 不管是从金融的角度 还是从管理的角度 可能对附近这一代的国家 都会有非常重要的带动作用 在中国一带一路这个主题战略之下 新加坡是第一个响应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 我这个目前为止的话 从心中的发展来看 我们认为可能新加坡这里面临的机遇 既然我们已经和东南亚的话 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已经是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 那么新加坡的话 必将在未来 不管是从人才的输出 管理输出 金融的组织和包括在品牌的号召力影响力 以及的话在高端人才和包括 东南亚的金融和包括其他组织上面 都会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们到这里来 我们也在寻求机遇 但同时的话 我们认为非常看好我们新加坡的发展 感谢观看